退休? 都不错 不然退休不用工作 每天在家 或者出去搬单车散步 跟你现在差不多 对啊 差不多 不需要上学 少年 你实在太年轻了 你以为退休真的这么容易? 香港财务策划私学会 最近调查了304名已退休人士 了解他们的生活开支 原来香港的退休人士 平均每个月基本开支要1.35万 即是 假设60岁退休 要活到85岁 香港人至少要有400万的储备 才可以应付到 Taisy 访问了不同年龄层的朋友 看看他们对退休的看法 问一下 你觉得在香港需要退休吗? 对啊 是啊 你觉得需要多少钱呢? 多有多 用少有少用 我想一个人如果有2万 但他那个住屋又不是负担呢? 那应该都很轻松了 多少钱? 他有几个 那起码都要2、3千万吧? 对吗? 那你觉得呢? 我这里没有收入 然后呢就去大湾区退休 我没有存钱退休 我扣子女到时 债养咯 她的薪金高一点 她一人拿一点 我是大湾区生活教了 那是不足够的 可能是一个贵的城市 说你退休了65 我认为你需要2、3万 什么样的 不是7位数 过百万 过百万 很基本的 其实这个真的没什么用的 我认为现在 你持住4、500万左右 起码都要 4、500万? 是的 首先 这次住行不用再烦先 这是最基本的 还有先去旅行 那就很好了 有就不用,没有就不用 没有说需要多少钱 没有想洗都没得洗 是不是? 我说没有 我一直不认同 我觉得如果400万是 毫无生活一些的质素 不要有任何要求 不要说要吃什么好东西 因为如果你说400万 我觉得连住屋那里 其实都不会买到楼 我觉得一定要在 我们可以拼搏的年龄里 要赚多些钱 要为我们将来的 未来铺路 我今年十一岁 十一岁 十二岁 哎 连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 都这么有人生目标 小编我都是努力赚钱 希望我有资格退休 但是我才只有十八岁 有时间都没退休 不需要这么快想 退休其实是应该提早规划的 了解自己想要的退休生活 要知道花多少钱 就要思考一下自己想退休的年龄 想实践的梦想 你想退休生活 和自己的必要支出等等 你们又觉得在香港退休要有多少钱 留意告诉我们吧 各种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